歡迎去鎖定新聞大白話 我是韋家綺 那麼這一節 也要帶大家來討論 這個選後台灣 接下來會變得怎麼樣呢 加入我們這一節的來賓 包括了有耶魯 政治學博士郭建亮亮哥武安 大家好平安 還有我們資深媒體人 謝涵斌 涵斌克武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我們前駐牛大使界 文集界大使武安 家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 那麼經過昨天 這個開票結果過後 不曉得觀眾朋友 你心目中跟你預測的 到底有沒有一樣 但是我們要先帶大家來看 昨天的總統大選得票 賴清德是以558萬6019票 以40.05%的得票率當選了 那麼比起侯友宜的467萬 以及柯文哲的369萬 可以說是領先了不少的幅度 但是有人就說了 柯文哲這一回才是隱形的主角 年輕人打破藍綠 學者野島綱就說 2024是一場沒有敗北九的選舉 他怎麼說呢 他說這是台灣民眾 用選票展現的智慧 不會過度依賴的美國變成席子 也當然不會激怒對岸的中國 他說你看民進黨顯勝 達成繼續執政的目標 但是國民黨也在立法院有所斬獲 立委的席次大幅提升 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國會最大黨 至於民眾黨跟柯文哲則是累積了能量 第一次選就有369萬票也成為了國會的關鍵少數 但我們就等於雷看到是還記得選前之夜 大家不是群情激昂嗎 那麼柯文哲的選前之夜甚至破了30萬人上凱道 當時還有人說破這個阿茲卡線 哇真的是相當的驚人 網路上就有說了 白的極限是藍綠的底線 2024總統大選投票率是71.86 歷年倒數第二滴 年輕人含挺科 但是是不是沒有把它畫作實際的行動 把它變成真正的選票呢 我們就帶你來看到的是 2024的全國投票人數 可以投票的是1954萬人 其中我們要拉出來看的是 你可以看到50到59歲就有353.1萬人 60歲以上也是605.4萬人 你可以看到他們幾乎是占了絕大多數 而通常他們也認為這個年齡層分布的人 基本上是不會支持民眾黨 也不會支持柯文哲的 這會不會就是因為他選票沒有出來的原因呢 那麼柯文哲也講到了 民眾黨這次的選舉跟過去其他政黨完全不同 因為他們靠的是公民運動 組織的部分不如藍綠 文宣的部分純粹靠自媒體 力量跟資源也遠遠不如其他兩大黨 但是他們沒有深耕區域 提出來的11個區域立委全軍覆沒 最後是掛彈收場 那麼民眾黨他們就說了 今年是採取精兵策略 全國提名了11個區域立委候選人 全軍覆沒也顯示他們區域經營的不夠多 所以陸戰跟地方組織 到現在可能還是民眾黨需要去突破的問題 不過我們帶你看到的是 柯文哲369萬票落敗了 韓國瑜之前不是講說他的票都是空氣票嗎 網友就大讚難道韓國瑜是宣支嗎 因為韓國瑜之前不是講了嗎 柯文哲在這場選舉都是空氣槍非常熱鬧 但是不會贏 日本學者小麗媛怎麼看呢 他說你可以看到民眾的得票率減少了18% 其實應該是流向了柯文哲 他說你看4年前蔡英文的得票率是58% 賴欣德這一回大概是40% 扣一扣18%的選票流失到柯 4年前比較多年輕人投蔡英文 但這一回到選舉最終排 年輕人似乎更傾向投柯文哲 這一回投票數跟上次總統大選比是 民進黨少了259萬票 國民黨少了85萬票 加一加我們算一算是344萬票 差不多也接近柯文哲的369萬票 也就是柯文哲其實他可能他的票來源75%是來自民進黨 25%來自國民黨 所以柯文哲就算不選也不會流向侯友宜這個地方 那麼有人就說了差一點完成第四次的政黨輪替韓國瑜道歉 還承諾了一件事讓2萬多人洗版 他怎麼說 雖然我們沒有完成政黨輪替的目標 但是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初心 下面大家就要怎麼喊 給我一個立法院長韓國瑜 那麼現在是不是要往國會推進了呢 因為國民黨說要推理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要來監督再也監督民進黨 那麼現在柯文哲就被問到了 是不是要跟選嫌一樣 你要挺韓國瑜當立法院長呢 現在似乎是有一點改變了嗎 因為他說私人交情是一回事 民眾黨是群體決策 未來幾天開會來決定 來解決這個問題 遭藍營點名是戰犯 現在黃珊珊也說了 想在立元合作你態度是這樣 你確定嗎 因為他已不分區第一名的姿態 已經進到立元去了 那麼藍白立元合是不是天變數了呢 藍白合有人就瘋 黃珊珊現在已經是小英女孩 不是當初追宋楚瑜的愛徒了 所以有人倡議呢 黃民黨要跟民眾黨組一個在野聯盟 共同來監督民進黨 然而這樣的主張太一廂請願了 主要理由是有人認為黃珊珊已經是小英女孩了 而且她現在已經是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不是當年追在宋楚瑜後面的愛徒 所以是不是要讓韓國瑜來當立法院長 還有變數嗎 我們先請教一下亮哥你怎麼看這一回 魏清德可以說是小贏 並不算是贏得很漂亮對不對 沒有 市場民進黨在選前最後估票 還認為LINE是600萬起跳 顯然是低於預期 他們甚至認為LINE可能會衝破42 最高可以到45 結果是40.05 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大概大部分 包括小立元老師 他也認為他低估了柯文哲 所以主要就是對柯文哲的低估 柯文哲低估你當然就會高估賴 因為就是年輕人的選票的流動 柯文哲為什麼得不到50歲以上的人的 絕大多數沒有投給他 因為50歲以上的選民就高達950萬 所以你如果在這個部分 沒有辦法得到一定的比例 那你根本不可能當選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這個很現實 就是人家 你沒有看過你擲過中央的政 或者對於你這個政黨不熟悉 這個我們簡單講 這個我們政治學上就是說 大家會根據習慣來投票 就是說50歲以上的人 大部分都投過很多次票 所以他會從國民兩黨去尋找經驗 他對民眾黨不熟悉 你可以說20到40歲的他願意 願意嘗試創新 所以他願意嘗試 所以20到40歲就有大量的選民 支持柯文哲 事實上40到49歲三個人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差不多三分之一 可是20到40歲 非常明顯支持柯文哲 這個就凸顯出 世代想法已經不一樣了 就是對藍綠的不滿 簡單講叫做對藍綠的不滿 也不一定說你有什麼想法 我講白了 他們願意創新 願意讓新的力量來表現 就對藍綠不再具有期望 應該這樣理解 坦白講你到底認為 柯文哲會做什麼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只知道說他一定會不一樣 可是具體是什麼 所以我是覺得 所以這個就是要 所以這次民眾黨現在立委變成八個 對 所以他們的表現就會變得很重要 因為這個會決定你 比如說2028柯文哲要不要再出來 人家會對民眾黨要有新的評估 事實上你本來只有五席的時候 人家還沒有那麼注意你 因為那個時候是民眾黨剛成立 就迅速就選舉了 結果他就莫名其妙得到五席這樣 這一次是經過比較長的時間 大家在觀察 還是投給你這樣的一個選票 巴西 所以我認為他未來在立法院的表現 就會滿嚴重的影響到2028 人家是不是繼續支持你 當然2026年 他們一定會推出非常多的地方議員參選 扎根組織這個部分 這個都是連動的 這個都是連動的 那我也相信他議員會選得不錯 不過就是說這個時候他碰到了抉擇 就你到底要跟綠的合作 還是要跟藍的合作 這個會影響滿大的 比如說我現在事實上 已經看到了一些說法 比如說蔡正元 他就認為黃珊珊是要跟綠的合作 主要就是 因為他要幫民眾黨一些幹部爭取 加入政府的機會 因為民進黨執政 所以可以安排工作 可是你如果選這個路線 你就會減少了監督的能量 你一定會卡卡 這是必然的 黃國昌這樣的人就不容易有充分的表現 因為黃國昌是監督質詢非常有爆發力的人 你如果選擇跟國民黨聯合 那當然就是廣義的在野聯盟 然後就跟民進黨對著幹嘛 那這裡面民眾黨會有比較大的表現機會 所以我覺得 因為2月1號就要選政府院長 所以這個會滿關鍵的 就是民眾黨他說他隔幾天要開會決定 他可能要想清楚 你認為是要急著分位置 還是要作為一個更強大的在野代表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考驗 因為據我了解 比如說我也去查了一下 國民黨這次的當選人 我昨天也在跟徐曉星討論 事實上40歲以下的 有7個 有7個 我就跟徐曉星講說 你們這30幾歲的要聯合起來 要發動國民黨的世代改革 包括台中的F3 都算 張志倫是剛好40歲 張志倫算進來就8個 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真的需要做世代改革 你要跟年輕人重新連上線 我覺得國民黨這次 像台中那幾個也都滿優秀的 桃園也有幾個 邱若華也低於40歲 也是滿年輕的 都很年輕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可能 因為他是當事人 所以我坦白說 民眾黨也面臨抉擇 國民黨這些年輕的世代的立委 也是你要展現你的能量的機會 讓國民黨能夠有一定程度的 脫胎換骨 這個時間不等人的 就是你很快就要面對抉擇 因為2月1號就上任 那人家就會看你的表現 就是你2月以上來 人家就會去關注幾個問題 你敢不敢面對 比如說蔡英文的論文要不要公開 高端要不要追究 很多 還有潛艦國照 那可能就會考到黃山山意見不一致 反正我的意思說 會有很多對蔡政府的清算 8年執政的清算 一定會浮上台面 那這裡面我認為賴清德也不會 一面倒去包庇蔡英文 可是賴清德還沒上任 對 現在是2月1號 是立法院先攻 那賴清德是520才上任 那最後這三個多月立法院先上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有開始一些攻防 那我覺得民眾黨跟國民黨就要比賽 誰有更大的監督能量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韓濱哥 你又是怎麼看呢 那樣在選前職業的時候 當然在凱盜這個狀況 很多人都嚇到 民眾黨有這麼大的聲勢 那最後開出的票 卻是369萬 您怎麼看 其實那天晚上 人確實非常多 可是台灣好幾次的選舉 都已經告訴你 人多跟選票根本是兩回事 韓國瑜當年人 也不會輸這個場面 結果還不是一樣輸 所以我覺得 就是你造勢 大概可以凝聚自己 自己陣營的力量 但是你要去向外拓展票源 反而不見得那麼有效果 甚至因為你的造勢 場面過於熱鬧 反而可能激起 激起敵對陣營 可能更加凝聚 可能讓某一些 本來不想投票的人 他想說不行 看你這個聲勢 我還是要去投一下票 所以這個是 正反兩面效果都有 所以我個人一直覺得 造勢活動 大概就只是最後的一個 一個聲望的凝聚 但是恐怕對 真正的選舉結果 不見得有直接性的幫助 那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其實這個野島崗 他認為是台灣民眾 用選票 展現了智慧 我一點都不這樣認為 我覺得這跟智慧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只是剛好 台灣現在的選民結構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這個跟智慧沒關係 因為台灣現在就是 很多人不信任國民黨 但是很多人討厭民進黨 那在這種狀況下 就給了民眾黨 起來了一個機會 那接下來就是民眾黨 也需要開始被檢驗 因為你在很多義式的工房上 你可能要大家對你的檢驗 會越來越多 因為如果你沒有辦法滿足 你的選民的支持的話 你確定四年之後 民眾黨的支持度還有這麼高嗎 所以我覺得這四年 對民眾黨是一個考驗 那當然民眾黨 如果發展得順利的話 未來是有可能取代國民黨 成為在野最大力量 這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是就是看你怎麼樣去發展 那國民黨自己本身 當然問題也非常多 我覺得從昨天那個選舉結果 因為差不多半個小時之後 就知道差不多就是那個樣子了 就沒什麼太大變化 所以那個時候就看到很多藍白 彼此互相在攻擊 說對方是戰犯 誰扯誰後腿什麼 我覺得去扯這些東西 根本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 你扯這些東西 能夠改變現在選舉的結果嗎 不能嘛 那你就算找出戰犯來 那又怎樣呢 你覺得下一屆會怎麼樣呢 我覺得每一個政黨 都應該要去思考 包括民進黨在內都要去思考 你下一屆 你要怎麼樣自己單獨能夠過半 這才是最穩的嘛 依靠別人不如靠自己嘛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也是個警訊 他的制度已經落到只有四成了 那只有四成之後 未來他再也不能像 過去蔡英文政府這樣子 他高興幹嘛就幹嘛 這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一個結果 那可是同樣的 對藍白來說的話 如果你們還是在這邊怨天尤人 都在怪這個怪那個怪誰 那到最後的結果 四年之後再輸一次而已 我必須提醒大家 四年之後 因為柯文哲已經說 他四年後要選嘛 那四年後賴清德一定也想連任嘛 那國民黨這邊也不可能就放著嘛 所以到四年之後 很可能還是個撒喀都 那請問一下四年之後要怎麼勝出 因為我估計四年之後 因為經過了這四年 柯文哲大概更不可能跟藍軍合作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那請問一下 那要怎麼樣在撒喀都當中突圍呢 不會四年之後再重演 一次這個東西吧 所以我覺得大家自己都要去思考 到底要怎麼樣 能夠讓自己獲得更多 選民的認同支持 那國民黨當然就是 年輕的支持度一直都是最低的 以前民進黨就 跟民進黨一對一就是輸在年輕人 現在三咖都你還是輸在年輕人 那國民黨怎麼去吸收年輕人 這就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那其實像 韓國瑜說柯文哲是空氣槍 其實這是他未卜先知嗎 不是啊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認為這次的選舉結果 大家都知道 你看昨天大部分的人都表現很冷靜 你看何偉宜上台就一副 林北早就知道會輸了 你們在幹嘛 你不覺得嗎 他那個樣子 然後柯文哲一邊在唸稿的時候 他是笑著唸的 所以他也知道一定會輸 其實最緊張的是Line 對 因為Line他選得不好看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看柯跟侯都知道自己會輸 我們大部分人也都知道會輸 所以我覺得 那這樣子 你們自己就知道 自己的弱點在什麼地方 問題怎麼改變這個弱點 接下來侯大概 就是要努力去回防新北市 因為他可能要面對罷免的問題 那其他的人呢 藍軍有沒有下一代的新生代 可以出來呢 我覺得大家自己各自要去想 介大使你又是怎麼看呢 現在好像在國會 也沒有一定要藍白和了 就對立法院長這件事情 會有變數嗎 你怎麼看 當然有變數 因為柯P也沒有講說一定是要合 他說是要看議題 看這種 看情況 因為他現在等於說是關鍵少數 他當然是為他自己本身黨的利益 做最好的打算 不過他應該要 在他競選的做了很多的承諾 他如果將來要跟民進黨做合作的話 我覺得他要跨過很大的一個鴻溝 因為這會讓支持者也好 或者旁觀者也好 他認為他這個就是一個為了權力 沒有什麼理想的一個政客 所以他必須要考慮到他的整個人設 甚至整個民眾黨的人設的崩碟 他要記取有幾個政黨的潛力 第一個就是清明黨 較以前還有台灣團結力量 還有這次剛剛消失的時代力量 台灣團結聯盟 對 還有這些部分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要記取 要不然的話 這個 好像經驗都不太好 這個社會 社會大家 雖然說群眾是健忘的 可是也沒有那麼健忘 所以他的路線 他還是要抓得比較緊 要做一個忠誠的反對黨 這還是他在選舉中的 給他的選民的一個承諾 也是給台灣社會 大家對他的一個認知 一選完就去跟 跟他反對的政黨 就握手言和的話 我想受傷最重的是他 受傷最重的是他 另外一個野島剛講這句話 其實我們從反面看 野島剛的意思說 沒有敗北者 反過來看是什麼 沒有贏家 沒有人贏家 賴清德他意思說 賴清德也沒有 對 所以他的話事實上 你要兩面看 也就是台灣事實上 這個體制的話 事實上的話 你如果40%的選票 你去把另外60%的話 你要強調 你未來你要他強 成福於你40%少數的這種意見 或者政策的話 那只會造成社會的動盪 所以我覺得這個野島剛 一方面也是在提醒賴清德 你不要把真正把自己當作一個勝利者 所以這句話我覺得他也是 有深深的意涵 那將來這個立法委員 這個立法院目前的這個 這個將來是由誰當院長 哪兩個黨結盟的話 當然一般來講的話 兩個都是反對者 兩個都是要監督現在的制 監督現在的這個民進黨 如果說有一個政黨去跟那個 現在的這個執政黨去妥協了 因為我們有一個理由 主要是為了解個官位的話 我覺得 那如果是柯P他決定這樣做的話 那是他民眾黨的一個災難的開始 好 那我們休息一下 廣告就回來帶您繼續討論 接下來的國會會怎麼運轉